圣诞老人的信 近二十多年 由政署收到寄给圣诞老人的信 都是有增无减 去年就有一万一千封 二十一年前 一九九五年又是怎样的呢 看回当时的报道 小朋友对圣诞老人的印象 个个都不同 那他们又信不信 真的有圣诞老人呢 信 为什么信 不是有礼物 每次见过圣诞老人都是人 没见过真人的圣诞老人 所以就不信了 虽然不是每个小朋友 都信有圣诞老人 但如果你写信给他 他会收到 还会回信给你 原来信是去了 游政署的无法投帝组 在这里做的哥哥姐姐 暂时扮着圣诞老人 逐封亲不回信 今年收到六百多封 有小朋友还很细心 怕着圣诞老人不懂中文 特意用英文写清楚他想要的礼物 也有些小朋友希望圣诞老人 可以帮助家人解决困难 但无论有什么要求 游政署只能够回复一张 特别设计的圣诞卡 我们都是跟英国有正常的传统 同时觉得在圣诞期间 如果能带给小朋友一些开心的事 我们觉得都应该继续做 圣诞卡还写着 叫小朋友听父母话 不相信真的圣诞老人 都是会这么说 有个人 有个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